在南投中列祠的殉职战士典礼 嘉义空军基地长官同仁都到场 向殉职上位飞官陈毅和家属 致上最高敬意 今年1月 陈毅驾驶空军F-16V战机 执行训练任务时失势坠海 他为国牺牲奉献 经核准入寺中列祠 并追进为少校 陈毅的父母亲虽然落泪不舍 但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 另外去年6月 彰化桥友大楼火灾 夺去4条宝贵性命 其中也包含英勇殉职的消防队员 陈志凡 在青年节这天 陈志凡入寺彰化中列祠 并追进为分队长 家属期盼相关单位 要加强消防员自我防护的能力 陈毅和陈志凡为了捍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付出生命 家属悲痛之余 只希望相关单位 更精进人员训练和装备提升 不要再有人因此牺牲 华氏新闻 黄主雨昂 终于周大翔 谢谢综艺 南投赵华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